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看拍铃的三分钟音乐小教室 在收看之前,大家记得按订阅和like 就不会错过拍铃的资讯和优惠 有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 大家好,欢迎回到音乐小教室 之前我们学过如何做到分开手练和左右手合脉一起弹 我们做了这些练习之后 就可以很熟悉首歌曲的progression和melody melody当然是用来唱的 弹也可以,但主要是用来唱 所以今堂就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利用我们学会的chord的知识 去帮助自己做伴奏 我们之前学过,C major 这次如果是伴奏的话 我们左手的配置就是会弹 只能弹到bass note 到尾,或者其他手都可以的 不过要奏回整个chord progression 例如你弹后你弹MG 用5、4都可以的 1,然后就G on B 1,然后就是5,然后4,然后到5 这个就是头4个chord的chord progression 之后就会变成1,6,4,5 然后A minor,然后5 这是经常会见到的chord progression 要背了它 之后就会见到C G on B A minor 然后E minor 之前教过1,5,6,5 现在我们是1,5,6,3 然后我就会用一些pattern 去帮助自己 pattern就是 首先会弹每个bar的第一部分 1,2,3 然后4就会按多一下bass note 1,2,3,4 1,2,3,4 1,2,3,4 整首歌都是这样 可以尝试一下做法 我现在试发一次给大家听 如果你一开始 脑子不能弹到那么多歌词 你可以先拉一下 我现在试发一次 1,2,3,Go 2,3,4,4,0 2,3,4,5,6,0 2,3,4,4,0 2,3,4,0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今天的音乐小教室就来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comment 我们都会尽量去解答你们 下次见,bye bye